我覺得因為我一直以來 都不是一個很喜歡就是 狂讀書的人 對 但是我為了孩子出來以後 我就為了想要讓他更貼近 我特別去考了 就是去學了那個 就是他要洗澡 這個就是要洗澡 洗澡 洗澡是這樣子 很可愛 對 然後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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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手奶奶 這個是奶奶 我真的覺得奶奶跟海藥 太好用了 很好用 因為小朋友他不會講話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在哭什麼 對 但如果你教會他表達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可以知道要怎麼樣 他現在的需求是什麼 對 那想睡覺咧 想睡覺其實睡覺就是 我們平常這樣子而已 但是因為我們都沒有想到 小孩會 但是其實小孩會 就是我大概 我們家的小孩大概也在 一歲左右 然後那時候就是吃飯 吃完飯才七點多 他就比睡覺 他就比這樣 對 然後可是他平常九點睡的 我就想說好吧 你都比 我就帶他去睡 完全不用哄 不用哄 我只吃完哪個東西進去 睡著了 因為我在他第一個 有需求的時候 我就幫他做了這件事情 對 所以他沒有被我拖到 讓他的寶寶不好 所以他就馬上就睡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及早開始學寶寶手語 其實爸媽就可以輕鬆很多 了解他想溝通手 那大概寶寶要多大 可以開始練寶寶手語呢 差不多三個月就可以 就看得到 三個月 因為他眼睛就已經可以看得到了 對 所以他就可以慢慢地 那有幾招是一定要學的嗎 我覺得像我自己小孩 除了剛剛說的還要 因為小朋友就很多 奶奶肯定要的啊 下一個是幫忙 幫忙 對 就幫忙就是這樣拍拍肩膀 拍拍肩膀 幫忙幫忙 小孩會這樣拍喔 對 會 然後我現在小孩就是 因為常常有時候他們 然後你聽不懂 對 但是他想要幫你 你幫忙的東西可能在很遠處 他也沒辦法拿給你 所以我現在小孩就會 跑到我面前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說你要什麼 要幫忙嗎 他就會這樣子 他就會帶我走了 然後我就會跟他去 要幫忙這個我就幫他開 完全都沒有哭鬧的過程 好棒喔 好厲害喔 這個要學習很難 所以妳考那個執照 要考要多久 其實沒有 考執照沒有很難 就只是運用 就是在運用跟就是教的時候 比較難一點 再來看看有什麼生活大事劑呢 就是隊友給力不給力 我也不曉得 我覺得我跟我老公 應該算是剛生小孩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算是 對小孩來說 就像小孩在我身體裡的時候 我覺得你是 你也是 對小孩 但是我跟我老公 倒是滿一個團隊的 就譬如說我生完小孩以後 大家都知道坐月子要好好做 那我就不是那一派的 我就是覺得 而且你懷孕的時候 還一直出學你更應該好好做 我覺得我們就比較美式作風 就是等一下 醫生說四十天就可以下床 就下床啊 就下床啊 然後又去洗頭就洗頭啊 我真的很堅強耶 我自然產 產完 我真的是 我就是也不覺得自己是生病 我恢復得很好 第二天而已 醫生就說 其實你要不要 不知道為什麼 醫生說你差不多 我覺得你可以了 不要再用病 不要再用 但是因為我的月子中心 是從第三天以後 才開始接的 我就說不要啦 我要住滿 然後醫生說好啦... 男男女就在住 對 就放在醫生趕回家了 然後到月子中心以後 那月子餐我真的吃不下去 然後什麼洗不洗頭 那個我根本就沒有在在乎 就不要吹到風就好了 對 然後我老公大概也是 看我這個樣子 他也覺得很心疼 他老婆就是 就是坐月子 這些東西送過來不好吃 然後我老公就是 我的神隊友 小孩的豬隊友 他就偷渡了 你有餵你嗎 我有餵母奶 你那時候餵奶 你還喝奶香紅茶 我還吃蝦餅很髒的 有的蝦 然後你知道報應在哪 報應在我小孩身上 你看我小孩 怎麼了 看你黃鼻涕跟腰下長濃 好可憐喔 你吃太多髒油了 對 然後那時候我還不自覺 一邊拿著養育片 然後一邊... 你吃成這樣 你的奶都是那個味道啊 可是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耶 然後 你知道那個 那個黃鼻涕的照片 那個是護理師在洗... 就是他們照給我看 他就說媽媽他們沒有碰過 這麼小的小孩才剛住進來 硫磺PT 那小孩子不太可能 你一酸出來說感冒 對 因為他們就是嬰兒 他們有感冒 他們那時候抵抗力是很好的 然後幫他洗澡的阿姨 又直接看到他下面有長農包 然後我其實那時候就滿緊張的 可是月子中心不太希望 我帶小孩去大醫院急診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一回來 整...全部的那個 因為醫師的小孩可能 對 他們都會非常謹慎 對 那後來我就是 那怎麼辦啊 我是 我那時候就是先賴那個黃崇嬰 又找黃醫師 黃醫師很想封鎖你了 我看 黃醫師真的很神耶 我把照片傳給他以後 他跟你問的問題一樣 他說媽媽 妳在餵母奶嗎 我說對 他說 然後我就說就是 那個蝦 蝦 越像越多了吧 蝦餅什麼的 他就說好 他說媽媽媽 你先等待 你不用去打醫院 他說我覺得你的小孩的農 應該四十八小時之內 就會消失 只要你不再吃這些東西 然後他說你連月子餐 送給你的湯 你都不能喝 為什麼 我只能吃乾的青菜 太有了 對 他說連湯 你都不要喝這樣 但是很神奇 那麼大的農包 真的四十八小時以內 只要它乾淨了 就這些東西都消了 小Baby喝的就是你的奶而已 他還能碰到什麼 你都在這裡 對啊 所以我最擔心的是 奶奶 可是我的奶奶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們這麼直接的 就是傳到他身上 我那時候 我媽媽來幫我坐月子的時候 他每天都弄那個麻油蛋 還是什麼的 可是可能那有的蛋 是不新鮮還怎麼樣 反正我跟你講也是 一開始吃麻油太多的時候 我自己是好好的 可是小孩真的 那幾天就開始長疹子 就冒很快這樣子 你就知道你那陣子吃 太上火的東西 沒錯 要冷靜一下 所以難怪我母奶很快就不胃了 因為我太好吃了 那蘇宇的老公是神隊友 還是豬隊友 我覺得我的老公就是 很想當神隊友的豬隊友 可以不同心 這種最可憐就是你 這樣你就不忍心責備他啊 如果他當豬隊友 我至少還可以罵一罵 發洩一下 但他不是 他很想幫忙 但每次都幫到嘛 但是其實媽媽最就是 最受不了就是哄孩子睡覺 這個這一部分是就是最辛苦的 那我就是哄孩子睡覺的時候 常常就會好像就是在 跟孩子玩遊戲一樣 感覺他那個動的那個頻率 好像慢慢變慢了 心裡就會開始說 倒數五分鐘 倒數五分鐘 五分鐘後我就可以出去了 我們都會經歷這個過程了 我們都要吃宵夜了 那個感覺 連媽媽都可以知道嘛 這時候超怕有一點風吹草動的 老公就在這時候洗衣機 然後他就喘嘴 兒子就喘嘴 那咧 這是什麼聲音啊 完了 全毀 所以剛剛要再來一次 對啦 那老公在洗衣服 妳能罵他嗎 我不能罵他 然後結果就看他講說 一出去就跟他講說 我們下次盡量 別在半夜洗衣服好嗎 好累喔 表情真的好嗎 對不對 然後隔天 洗衣服 所以你知道像有的時候 年輕爸媽在帶小孩喔 還有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親朋好友愛指教 像我們比較特別就是 因為我跟我老婆是基督徒嘛 那我老婆的媽媽 就我岳母也是基督徒 那我覺得在結婚 懷孕什麼這些都OK 沒有什麼衝突性 但當小孩子要取名字的時候 然後我媽媽就是自己也改過 好多次名字那種 所以他就是比較相信算命的人 所取的名字 但是因為基督徒他就是覺得 爸爸媽媽或是家人 一起為他取出來 就是一個很棒的名字 對 我們不需要去算命 對 所以在當初取名字的時候 其實跟媽媽溝通來溝通去 花了滿長的時間 但好在最後我媽媽是同意了 就是OK那 反正孩子是你們自己的 我也尊重你們 所以我們就還是自己幫 小朋友取名字 對 但我有一個女生朋友基督徒 就比較 沒那麼幸運了 就是她的婆婆是這樣 就是她知道她是基督徒 所以她逢年過節不是有時候 會有點光明燈啊 然後去什麼 廟裡 廟裡然後把衣服拿去 蓋平安章啊什麼之類的 因為她是基督徒 那她婆婆也知道 所以婆婆變成是偷偷 在他們不在家的時候 拿衣服去廟裡面 然後蓋平安章 也算是有尊重她了啦 偷偷的 但其實你有時候回來 你就想 你看到小朋友衣服上 怎麼多了這個張 你會很莫名 所以其實她就有 她就有一點火 所以她之後還是把那些 蓋平安服的這些衣服 處理掉 處理掉 那說語咧 我就是會碰到那個 就是親戚朋友 就很容易 就是很愛說你怎麼樣怎麼樣 不對 因為我自己在餵小孩吃飯 是我是讓他們自主進食 就是讓他們拿那個固體 就是食物的原型 然後自己去啃 自己去玩 然後所以在剛開始 就是那個階段 剛接觸腹食的時候 我就會準備好所有的東西 然後出去外面 就給她一個大兜兜 她就盡量地吃嘛 然後她就這樣吃吃吃 可是剛開始一定是大部分 在外面嘛 然後就是捏得 就是他們吃一吃還會這樣 就擠出來 一定大家都在心戀手感 對 但是長輩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畫面 對 然後我看到就開始念說 就給她餵就好了 你看營養全部都掉地上 然後你的小朋友 什麼都沒有吃進去 那你營養在哪裡 我跟你說你 你就是要給她餵 然後就要幫你把它這樣 塞到她嘴巴裡 然後小朋友就會開始抗拒 因為她本來玩得很開心 然後就被你這樣擠 然後就是會不舒服 我就覺得 不是 我的小孩 這個過程真的受不了耶 浩如 那你應該沒人敢教你了吧 我剛開始 第一胎是我跟公婆一起住耶 對啊 公婆也就是有很多的 你大概也只有公婆 治得了你啊 對啊 我婆婆也有那種 厲害的神招耶 我小時候 我兒子小時候也是很會便秘 其實我兩個小孩子 大概在就是要進到副食品 以及副食品要換到大人的食物 這中間他們都有一個 過度期 滿腸肚子有問題的 我覺得他們的問題 都可能是因為你 沒有 都是因為我老公那個 最沒毒到那個時候 你還沒退喔 每次小孩子有什麼狀況 皮膚怎麼樣 很多人不都說是媽媽胎火旺 對 他不是都怪到媽媽身上 我就怪我老公他那個 你周圓子這樣吃誰也火不旺啊 然後我小孩子就很容易 那一段期間 他們會常常恩恩不順 對 我婆婆很厲害耶 我婆婆就會這樣子 壓 壓 壓 在這裡 在這裡 這裡有一塊 摸得出來 在這裡 對 我婆婆說她摸得到 她說在這裡 然後她就會開始拿出一些 她的精油啦 什麼膏啦 什麼紫草膏什麼這樣子 暗暗然後就變這樣 往下壓 好厲害喔 往下壓 我就說真的嗎 她說吳吳妳看現在推到下面 現在往這邊推喔 推到這邊 好 現在在這裡 我說哪有 她就說這個好多天沒大 很明顯啊 我說那我來摸 我怎麼摸都摸不出來耶 連小孩都都鼓鼓的感覺啊 對啊 然後我婆婆說有啊 這一塊這麼大塊 妳怎麼摸不到什麼 她就會這樣子 把它一直這樣往下壓 好厲害喔 很厲害 然後這樣子她就這樣弄一弄 其實大概過個半個鐘頭左右 小孩子真的會 就是有時候真的可以上了出來 對 有時候不行啦 但是有時候妳也不知道 她壓哪裡這樣子 對啊 你知道 我覺得在那個 我們育兒的那個 新手爸媽的過程 我覺得我很怕遇到寶寶 就是嗯嗯不順耶 我也是 因為大人還會說嘛 然後你說再大一點的小孩 你可能可以有一些 輔助或幫忙 對 可是在寶寶那時候 因為她就會一直腹痛 然後她就一直狂 而且妳不知道她在哭什麼 對 鬼哭什麼 然後我小孩除了這個 嗡嗡的問題之外 我小孩皮膚也很多問題 然後尤其是我第一胎的那個兒子 她那個口水流到 真的是她有一陣子好幾個月 全部這邊都是紅的 都摧著 對 口水 那那個沒有辦法 因為她一直留在這邊 肌在這兒她一定會紅嘛 紅會癢 那妳又要拿布去擦 一擦那又更粗 又更膜 所以那時候我就真的沒辦法 就只好帶去給皮膚科醫生看 可是那時候我覺得滿神奇的就是 其實也長知識了啦 因為皮膚科醫生那時候 我去問她說 我想要拿一些藥膏擦嘛 然後那時候皮膚科醫生是問我說 那妳小孩有這個固定大便嗎 我就說沒有 她就是有點 就是大不出來便利啊 然後醫生就說那妳要注意喔 小孩子一天其實大兩三次 三到四次都是很正常的喔 對 然後說妳要去注意 她有沒有大便啊 然後大便的時間啊 有沒有最好給她固定 她如果不想大 妳最好還是要讓她習慣那個時間 要去坐一下馬桶之後 我想說 我不是看皮膚科 真的 一直在問我腸胃 Excuse me 是這邊 醫生這邊還有這邊 粗粗的喔 對 然後醫生就說沒有沒有 這非常有關係 那個這很多東西是一起的 對 在體內妳有沒有 所以蕭醫師那是不是可以請問一下 這些症狀是不是真的跟消化道 是有關係呢 那其實人體呢 有百分之七十的免疫細胞 都在我們的消化道 那這個消化道 它就有 那當一些不好的飲食習慣啊 或是作息啊 影響到我們消化道的時候 那我們消化道可能就會發炎 那發炎就會產生一些發炎的物質 它會從消化道的血液 跑到全身 造成全身上下的 那表現在皮膚上面呢 就會造成皮膚的一些慢性的問題喔 這就是所謂的長皮軸線 所以皮膚的健康跟消化道的健康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喔 長皮軸線 這樣聽起來 好像不是只有小孩需要補充喔 大人也很需要補充好菌喔 大人也很需要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這個育兒用品 其實媽媽們在使用的時候 是要注意它的安全對不對 對 譬如說像床邊護欄 我的小孩子啊 就曾經有就是在家裡失蹤過 然後我真的找偏 因為那時候他也只是會爬 後來發現他卡在床邊的 護欄的墊子的下面 他就自己在那邊玩了 他好乖喔 對 卡在那邊他很舒服 看起來很憋 看起來超憋的 可是他就是在那邊在玩啊 這孩子應該還大一點 這還是一個覺得 大家一個開玩笑 找到了怎麼在這這麼可愛 可是我們其實在急著 我們遇過一些比較 讓我們難過的故事 因為這種床邊護欄 中間都有間隙 或者是你嬰兒床 你自己又買了這些棉墊當中 他中間也有間隙 我們之前在那個急診 就遇過 那個孩子大概八九個月 對 急久急久回來 但是後來現在 腦部缺氧太久 因為是阿嬤下育煮飯的時候 但他沒有用嬰兒見識器 親媽的嬰兒 他就卡在這個護欄跟床中 剛好臉是向下的 結果整個就窒息了 我們一般我們自己 家裡睡的床的高度 其實都差不多 在四十五公分到六十公分之間 其實這樣的高度來講 你下面你床旁邊 如果有放一些軟墊 甚至都沒有軟墊 這種四十五公分摔下 其實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上一圈像那個游泳駁圈 我們寶寶的時候 都有用游泳駁圈耶 對 而且小孩好開心 對啊 而且 而且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大家說 我們要讓他好像 還在子宮裡面的感覺 對 所以都要一直讓他 就是套那個駁圈 然後他們臉就擠在那裡 然後就這樣游 就覺得好可愛 對啊 可是大家換一個想法想一下 如果你有一個人 這樣一直撐你的脖子 其實那是滿不舒服的 而且是有風險的 因為這種你充氣充帶保 你可能會壓縮到他的呼吸道 或他的血管 影響到他腦部的供養 然後你有的時間太長 你單單只用頸椎 去支撐全身的重量 是會傷到他的頸椎的 所以是說可以用 但是媽媽要注意 時間不能過長 其實我不太建議用這個駁圈 如果你想要讓他享受 在那種海裡游泳的這種感覺 其實父母抱著還是最安全的 那另外我自己的孩子 我當初用的是這一種 這一個也很好用 對 因為他的話 他其實他是撐在意下 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為他這個你小孩怎麼玩 他都不會放 重點他是還有上面一個 有點像我們的安全帶 像在穿我們的這種 救生背心的一樣 可是我覺得這個 好像比較適合 稍微大一點的包包 超過一歲 一歲以上會有不同的 一歲也像不同的尺寸 好 那第四個也是滿 為什麼橡皮擦會是危險的呢 其實我覺得要特別提到這個 其實因為橡皮擦 大部分都是PVC做成的 你知道這個塑化劑 因為你這樣擦 因為你不可能說這樣 你不要寫字好了 不准寫錯 不准擦 不可能嘛 所以你看它橡皮擦 外面不是有一個小紙 對 小紙片嗎 我們就是那個要保留著 那孩子是拿著紙片 就是不直接接觸這個塑化劑 就不直接接觸橡皮擦 然後這樣擦拭 是 那請他洗完作業之後 一定要去洗手 媽媽們真的要注意一下 這些東西的使用安全 對 那再來就要問一下翠瑞 因為大家都是想到 你有這個 我有那個 就一直瘋狂地想買啊 但我是不是有應該要 有一些什麼準則 我覺得寶寶到出生之後 他的皮膚或他自己會有 他自己的使用習慣 對 然後他會幫你挑選出 他最適用的東西 什麼都可以買 然後你可以讓他試試看 然後要不然就是 身邊會有很多 親朋還有的媽媽 可以問他們 那你做功課之後 其實如果同一個品牌 出現非常多次 然後都是好評 對 或是像現在網路上 有非常多的論壇 再來我覺得最不用買 可是雖然我自己也買很多的就是 衣服 鞋子 襪子 這個沒辦法 那跟那個無底洞一樣 對 像爹爹買那個襪子 早上只要一出新款 我就說好可愛 立刻就買了 可是真的穿不到 像我之前比較瘋狂一次 幫我女兒買了七八十雙襪子 我老公一看到說 妳上次穿到 剛剛阿妹一開始就說 那最不需要了 真的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是都可以買 然後小朋友 因為我女兒現在是兩歲多 已經開始有自我意識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不要 我要穿這一雙 我要穿那一雙 沒錯 所以他自己會挑選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很浪費的 有一個東西是玩具 我是有兩個字 我就一定會想買 就是說這個是 然後聽到抑制類的 我就想 那要買 要買 可是 小孩根本就不想玩 對 就是說 我們花了好多錢 我們覺得應該會很棒的 我們買回來 可是小孩根本就不玩 你都沒摸過 或者是 玩具可以用租的 現在可以用租的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租的 玩具也可以 像我一個月花不到一千塊 然後他每個月 這個都是你租來的 這都是租的 而且我每個月都 他每個月會配 八千以上價值的玩具 而且都是大型的 對 他這個 我後期都給他租大型的 因為你知道嗎 有些大型的你買來 他可能全玩一個月好玩 兩個月好玩 第三個月他真的覺得不像 有玩一個月 你已經賺到了 對 我家就有一個溜滑梯 搭配那個盪鞦韆的組合 那些真的超定的 不知道怎麼辦 真的 我家也買過一組 趕快送你 現在有一個人可以接手 趕快給他 對 趕快給 所以整組要丟掉 你真的覺得就 心好痛喔 因為買下去很貴 很貴 我家也曾經有球池 有球池 還有利物滑梯 對 然後我的天啊 我每天回家的時候 就覺得說 為什麼這麼定肥的東西 對 可是你又看到孩子 就陷在那個球池當中 開心的模樣 對 就覺得說好啦 好像滿值得 沒錯 小孩到了 上小學的時候 媽媽會冷靜嗎 當然是不會囉 開什麼玩笑 買更兇好不好 因為你到學校之後 你有同學 要比拚要比拚 拜託 怎麼可以輸 我跟你講 這只是我家的冰山一角 而且我有兩個兒子 所以這個每一個 都是雙倍的分量 好可怕 對 那為什麼會買 那麼多水壺呢 像去一些樂園玩 就很想買東西 可是有時候買一些那種 你知道沒意義的東西回來 又覺得自己很浪費錢 對 所以就覺得 水壺很有意義啊 用得到 小小兵的 雙小小兵就有小小兵 玩具總動員 馬上出現 玩具總動員是不是 我家有兩隻 我家有 小小兵你知道 我那時候瘋狂到 這麼大一尊小小兵 我家有四隻耶 對 就是沙發都給他做就好 超誇張 反正基本上就是這些 然後因為我們也是要有一些 健康 例如說喝熱水要用的 對 然後你知道嗎 這一系列買完之後 我告訴你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還有 智能水活 這個已經可以養這個現場了 什麼意思 你看它開來 它有一個熊熊在裡頭 對 就像我們以前養的電子雞 對 養電子雞 它會養這隻雞嗎 對 你就會養這隻熊 對 養這隻熊 這不是雞 好慌喔 不是 我的重點是 熊要喝水我知道 但為什麼不是養魚呢 它有很多的角色可以讓你選 裡面也可以挑選角色 然後你喝水的時候 這樣小孩就會提高喝水 因為他沒喝水 它會渴死對不對 對 沒錯 沒有 你喝水之後 它會有經驗值 然後它有金幣 然後裡面它有很多東西可以買 例如說它會去花園玩 然後它要種花 然後你有了這個經驗值之後 你就給它買花 好酷喔 像有人可能會想說 那我就把水倒掉了 有沒有 它就假裝我有喝 不行 它一定要感應是你有這樣子 嘴巴頂到 觸碰到喝了 而且它會偵測你那個喝水的流速 因為你這樣倒很快 對 然後你喝水你不能這樣子 媽媽會被通知 所以小孩大概到幾歲的時候 就沒辦法用這個再騙他 差不多到六歲 不是六歲 六年級 六年級還可以 對 因為它可以有遊戲 有金幣 那些還可以吸引它 大概五年級的 是嗎 六年級現在都 攻打我的村莊了吧 對 你說Jennifer 所以六年級攻打村莊也要攻 可是養魚也要養 很棒 然後上學之後 學校有很多的節慶活動 例如說像過年的時候 後面這一桿真的是 這個小王爺裝是必備的 我們恭喜 這個不是用豬的拍拍照就好 不行不行 這拜年一定要穿著 還拿到紅包 到處發紅包 這是一定要的 然後例如說像聖誕節 學校會辦聖誕派對 聖誕老公公裝也是必備 一定要穿著老公公 妳後面的兩套我也有 真的假的 蜘蛛人 對 我跟妳講 萬聖節學校的派對 一定要有這個 這個英雄系列 必備 然後妳看我還有給他們 當過小海盜過 小海盜也很可愛 好可愛 我現在真的看到這些衣服 都好懷念他們 還願意被我們這樣整的時候 對 沒錯 他們現在長大都不給我們再整 那個 日本的花火節 關我們什麼事 但也是要買 對 對 可是真的 因為像我女兒那時候也是 我都幫她買美人魚妝 對 公主妝 公主妝一套好幾千 對 所以她在抵擦泥買 真的超貴的 對 然後可是後來也是跟新的一樣 全部就是送人了 對啊 好燒錢喔 但事實上MIT 真的台灣製的東西 也非常好 所以接下來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台灣製造一些 媽媽的育兒好物 好 來 准媽媽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妳最近拜了什麼 好 而且講到那個 Made in Taiwan的 對 然後這些呢 今天帶來都是Made in Taiwan 然後其實很多媽媽 對這個一定都非常的 不陌生 就是 也不 非常地不 因為我想要說非常熟悉 然後但是先講了不 對 媽媽妳這轉折有點多 要原諒她 原諒她 因為她現在講什麼都對 對 因為她以前講話很快對不對 對 很流暢 妳有覺得懷孕之後變慢嗎 就從 楊秀慧變楊成磊 對 我還以為她說 她今天有夠厲害 我肯定都不丟到懷孕 我跟妳說 這個東西呢 媽媽一定很熟悉 所以她的毛分泌真的有差 會改變 更溫柔 對 對 可是妳這一個月亮枕 好可愛喔 我跟妳說這個就是 兒童專用的月亮枕 為什麼叫兒童專用 不是媽媽用的嗎 對 雖然我媽媽用的那一個 其實她未來可以給小孩 而且她只要捲成一圈 她可以變成小朋友的座椅 對 可是這個小的呢 就可以讓小朋友 她就是可以夾 然後跟媽媽一樣 就可以抱 可以躺 妳說以後她比較大的時候 對 或者是其實她剛生出來的時候 妳也可以讓她這樣子 就是靠著 然後她喝捏捏的時候 妳也沒有 而且她只有小朋友的聯名 有這個氣氣啦啦的 然後就很可愛很女生 對 而且我覺得現在的設計很好 就是要盡量讓這個產品的 壽命是沿用的 對 就不要只是那一個時期 就是能夠沿用會更好 對 就是要再大一點說 它也可以變成一個睡伴 對 就人家陪它睡覺 但是妳要忍住喔 出新的圖案 妳不要再買新的囉 買那個套子就好啦 買套子 而且媽媽夾過的 對啊 我跟你講 我還有幫她買另外一個 角落生物的 可是後來就做了這個 真正沒辦法 就又買了一個 對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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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訂閱 按下鈴鐺 並按下鈴鐺